最后要跟你讲 惯性是跟什么有关系的 惯性是跟质量有关系的 质量越大 惯性就会越大 我前两年讲课的时候 跟同学说跟动量有关 动量要乘以速度 那是因为我记忆中 我这样学的 后来发现这样讲个问题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速度是零的时候 动量是零啊 就变得没惯性啊 不对啊 还是有啊 所以应该不对 应该就是单纯 就是跟质量有关 那这有个影片 这影片里面 他有一个 一条纸 剪 没有完全剪断 拉它 第一次断一边 第二次中间断掉 然后它会显示 为什么第二次中间断掉 然后再把它剪 没有完全剪断 然后拉它 但不是第一次的吧 老闆是怎樣的 老闆是一番 老闆我們在這陣子上的大門 人很難控制 兩邊一樣大力 所以你會站在一邊 但第二次他就會 兩邊分開這邊跳下來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他要告訴你為什麼 他後面分開 紅板 所以比較重 所以慣性比較大 所以你拉的時候 中間慣性大 停在中間不動 兩邊拉開 所以就中間掉下來 這就是雲 再來跟各位講 慣性是跟誰有關 慣性是跟尺量有關 可以嗎 最後就是康軒的動畫 來跟各位再複習一次 牛頓三大運動定律 來複習牛頓三大運動定律 我們現在看第一定律 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慣性定律 公車突然開動時 車上站立的人 身體會向公車後方傾斜 抖動地律 抖動地律 可以抖掉衣服上的灰塵 搖動火樹 樹上成熟的果實 會脫離火壁 如果物體不受外力作用 或受外力作用 但合力為凝食 而經濟的物體 仍然保持持持持 運動中的物體 並沿著一直線 做等似物運動 下面這個範例我們看過了 現在我們要來看著 何謂換性 首先,我们用幽软将军事提供免账 所以,我们要在顾面摆托上 下面我们的小雪人,触摸着玩具车的生命档 再乘玩具车对军事都高的一单 这就是帮各位复习一下油顿低运动定律 有人有问题吗?没有?请写课堂练习